好 各位朋友 大家好 今天是一个周六的下午 那么我们也有几位朋友呢 来参加我们今天的主动健康管理讲座 我是Victor 早年的话呢 我是一直以来吧 就是做这个公司的startup 就初创公司吧 曾经参与这个中国最大的数据公司 万房数据的初创 然后我在那里担任副总 1994年来美国和金剑田淑宁呢 一起创办了这个美国亚信 美国亚信呢 是中国互联网的一个奠基者 所有的中国互联网的主干网 都应该是亚信给做的 2000年的时候呢 公司在NASA上市 那一天呢 大概也是正好赶上这个 最牛的时候啊 NASA最牛的时候 和现在差不多是最牛的时候 上市当天的话呢 股票由这个24块 一直涨到120多块啊 就那么一天的辉煌 当时在亚信的话呢 担任副总 那后来的话呢 就想自己创业 先后也搞过一些个文化公司啊 还有一些个软件公司 主要是北京开源时代 软件技术公司的总裁啊 那当时的话呢 我是想创立一个 就是像有点是人脉经济的这么一个东西 实际上的话 我的理念是把这个 TC PIP是 把这个computer连起来了 形成了互联网 就是internet啊 那我们呢 就是想通过DII这个proticle呢 把这个人连起来 形成一个人脉网 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一个人脉经济 这么一个说法 到现在的话 人脉经济还没有普及啊 基本上也没有什么正式的说法 那所谓的人脉经济呢 就是连接在这个DII的基础上 那第一个DI呢 就是demand 这个第一代互联网 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供需啊 就是需求 那第二个I呢 就是这个DII的第一个I呢 就是intrust intrust就是兴趣 那兴趣的话呢 就是如果我们感兴趣这个事 那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推动力 你比如说 网游网络游戏啊 像这个的话呢 就是很大很大的一个industry 也是这么推升出来的 那第三个呢 这个字母这个I呢 就是第二个I呢 就是DII嘛 第二个I也是intrust 这个翻译成利益 这个的话呢 是全世界这个互联网里头 到目前为止 没有一个呢 可以说没有一个把这个particle 做出来的 所以说呢 我们如果大家是做网络的话 你们可以考虑考虑这个事情 那就是这个把这个利益呢 共享这个节点呢 给做进去 这样的话呢 因为如果说我们每一个利益共享这个事情 做成的话 我们就一定会引发 就是人脉资源的巨大的一个共鸣 然后很多的事情都可以在网络上去做 他们都有积极性 有热情 有创造力 所以可以做很大很大的工作 这个的话应该来讲 比这个什么Google啊 Facebook啊 阿里巴巴呀 这个规模都大很多 因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的这个利益在里面共享 那基本上来讲 说个白话 就是你把这个董事会和股东 做到网络里面去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一个 这叫Perfect Driving 这么一个Social Network 到现在没有这样一个Business模型啊 那我们最近的话呢 就是发现了 我们这个在健康行业里边 有这么一个模型 很符合我20年以前 这么一种想象 所以说呢 我就这个 这些个时候的话 就特别这个感兴趣 也有一些使命感呢 在推动大健康的同时呢 也让我们将来会享受到 人脉经济的一个 就是这个利益点吧 就是红利吧 所以也想呢 让更多的感兴趣的人呢 参与进来 那我呢 是通过参与这个主动健康管理 这个方案本身的话呢 是一个受益者 那首先来讲的话呢 就是我在身体上 有很多很多的受益的面 我是早期的话呢 是在1997年 我就检查出这个高糖 糖尿病 后来我自嘲 我叫糖高祖 对 就是什么糖高祖 我就是这个糖太高 我都知道 糖潮的这个理员 是糖高祖 对 然后的话呢 就是在这种创业的过程中呢 就是有很多的这个 不眠的昼夜啊 打拼呢 就糖的病就越来越严重了 那最近的话呢 都有很多的并发症 那比如说 这个脚上呢 都是就是有些麻木 然后的话 有一些地方的话 就已经失去了知觉啊 那还有地方的话呢 就腿上的话 就出现了这种 就是就是有点那种 溃烂的这种东西啊 就是这一系列的这个反应啊 让我特别的焦急 那通过这个 去年我接触到这个 主动健康管理 我这个糖尿病的话呢 就是你比如说 这个胰岛素 我就少打了三分之一了 然后 我的血糖呢 控制的也不错 原来是9 就是这个A1 这个C啊 是9啊 是现在的话 是7点多 应该是这样 然后我这个脚呢 也不麻了啊 然后 还有就是我这个左脚上面呢 有一个很硬很硬的 这个结涨 就是特别硬 而且越来越大 这个让我这个很是犯愁啊 那今年早些时候的话呢 就出现了三次脱落 那第一次的话呢 还有点疼 就会那个小手术刀 在做手术一样 卡卡卡卡卡 在周围做手术 疼 没有多久的话呢 就掉了一次 很厚很厚的 然后过了没有多久的话 又掉了一次 然后经过三次脱落呢 那我现在这个和周围这个 周围的这个 差不多呢都 这个硬度都差不多了 所以就没有那种各种那种感觉了 然后我这个 后边这个背啊 这个硬皮啊 这个皮比较硬 有一种就是说 说是硬皮症 那当然了 这个也不是 是一个老中医啊 给我这个说 是按照硬皮症 后来我一查 这个硬皮症呢 也是一种很难治 很难治的一种东西 一种病啊 我也是在2000年的时候 我也是专门请了这个 按摩医师啊 就专门是做医生的那种医师啊 那给按摩了挺长时间 好像是也不怎么管用 最近也请了一个神医 给我用硬皮症 给我糊了一把 会高要是特别的热啊 后来的话好像是 不怎么管用啊 最近的话 我太太说 我这个皮肤比以前软多了 这个让我很高兴啊 然后我这个后边有个包啊 就是腹胃包 当然是不是很大了 也消失了 这个的话呢 就是让我确实感觉到 这个主动健康管理方案的话 是我们人类的一个福音 一个一个救赎 可以说 这个的话呢 一会儿我们请艾比老师 专门从科技的角度上 从细胞学的角度上 给大家解释解释 为什么有这么多 好像是不治之症 也能通过主动健康管理方案 实施以后呢 也能得到很大的改善 甚至是根治 那是为什么 这个的话 是我非常好奇的 那今天的话呢 我跟大家也是简单的分享 一些这方面的感触吧 然后也觉得呢 这确实是一个很这个时髦的 很时髦的一个人脉经济的一个经济模式 我们应该说呢 将来的20年 我们号称是有人说 下面的这个 前20年是土运是吧 后边是什么 是火运是吧 对我们不讲这个 我们讲福音 讲这个都是讲主的 对 那这个火运的话呢 这里边大健康就是一个方面 当然还有什么AI什么的 虚拟世界呀什么的 还有这个 甚至是连这个火葬业都是不晓得 都是这个 人也说 但是我们站了一级 就是 一个就是这个大健康 另外的话呢 就是我们人脉经济 凡是有活力的都属于火 越来越火嘛 是吧 那也希望大家呢 抓住这两个脉络 然后的话 让我们在今后 20年这个期间 那能够创造出一些个奇迹来 比如说健康啊 比如说财富啊 都能够得到很大很大的改善 那么下面的话呢 我们就请Ibi老师呢 为我们讲解一下 这个主动健康管理方案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那Ibi老师呢 是原来是国内非常 著名的企业家 曾经是这个正高支 就是说教授级的正级工程师 然后曾经在保力集团呢 担任过技术顾问 还有这个评委 曾经是海南的这个设计院的院长 那么到了美国以后的话呢 也是潜心研究 这个主动健康管理 在我们这个系统内的话呢 我们都管他叫这个教授啊 就是为我们专门讲解 主动健康管理方案的 支持的话相当的圆波 那下面的话呢 我们就有请Ibi老师呢 为我们详细讲解一下 这个主动健康管理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好 谢谢 谢谢Vector 给大家这个分享 也感谢Vector 对我的这个介绍 是啊 我刚才就和这个Betty差不多 慢慢慢慢的呢 就对这个健康啊 有兴趣了 一点一点的呢 也是走进来了 我走的相对来说早点 主要的呢 也是因为家人啊 父母的身体啊 后来小孩的身体 不是那么好啊 胃口不太好 所以呢 也是因为酒病成医吧 因为家里有需要健康需求的 所以呢 我慢慢走进了这个行业 以前呢 就感觉这个保养都是很简单的啊 多运动啊 吃的好啊 对吧 睡的香啊 就是再吃一点保养品 尤其岁数大的 消化吸收不好了 也要吃点营养品 都是这个挺基本的 这个概念还是有 但是当我走进了这个 研究这个健康领域之后呢 实际就发现 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领域啊 不是我们想象的 这么这么简单 尤其是我们使用一些啊 产品的时候 他这个产品的质量啊 确实是这个良有不齐的 也非常厉害 还有一些就是想啊 通过这个事情啊 报复的啊 就是本来没有那么好的产品 吹的天花烂坠的啊 实际上呢 不是那么回事 甚至呢 还对我们带来不好的 这样子的这个影响 所以呢 我慢慢的呢 就觉得有必要 我自己啊 把我这个学的这个知识吧 就是跟这个大家 反正有多大的范围 我们就传播多大的范围 让大家呢 有一个比较好的 这样子的一个保养的理念啊 尤其是在选用产品上 尽量呢 我们花钱呢 花在这个刀刃上 所以今天呢 我呢 就讲一下 人们现在咱从老祖宗那儿 其实皇家恨不得 长生不老啊 很多的 尤其我们学艺经啊 一些道家呀 还有我们这个 搞中国教 比如说佛教呀 也是通过这个静坐呀 用很多的方式吧 寻求一种 这个让生命更长的 这样子的一种方法 实际上呢 这个衰老 我们哈 从目前来看 衰老 还不能完全的这个阻止 哈 就是冗生现在还达不到 但是呢 实际上呢 生病呢 也有它的一定的这个规律 如果我们早早的参与 来阻止这些 让我们变老的 这样子的原因 尽量的让它减少 或者是 把它去掉的话 我们呢 这个生命呢 是可以延长的 我们生命的质量呢 也是可以提升的 你看 实际上衰老呢 也是无时无刻都有啊 尤其有一个 现在有一种端力学 就是说 我们从一个啊 受精卵 到一个胎儿出生 我们的这个端力 就已经被磨损了 百分之六十了 这个啊 诺贝尔有一个 诺贝尔奖啊 就证明我们生命的长度 和这个端力的长度的成正比 从某种意义上 我们一出生 我们生命就已经啊 就进入了这个 衰老的这个了 当然这也是 一个极端的说法了 实际上呢 真正的哈 我们就是细胞开始衰老 大概应该是从二十岁就开始了 有些皮肤 二十岁的这个皮肤的这个细胞呢 就进入衰老 心脏呢 你看三十岁 差不多功能就要下降了 我们消化系统也是 免疫系统啊 尤其于这个免疫系统 我们这个胸腺啊 它就是免疫系统的啊 这个T细胞 B细胞的那种大学一样 这个胸腺时期 也是二十多岁 就开始渐渐的枯竭了 原来是很大的一个 慢慢就变成了一个小小的 就说我们这个免疫能力啊 尤其是锻炼我们这个 免疫系统的这个能力呢 从二十岁 你就开始往下降了啊 这个呢 就是一个一个规律 我们这个生命啊 它就跟这个天气一样啊 春夏秋冬 而我们人体这些功能 也是啊 这个器官的运行 我们这个细胞的 它们生命周期 它也是有一个 这个生理的周期的 那我们就是说 怎么样才能够更好的啊 让咱们的这个衰老减少啊 实际衰老就容易得慢性病了 衰老是和慢性病 是连在一起的 实际抗衰老呢 就是啊 对抗这个慢性病 刚才呢 就是啊 咱们那个 Baddy哈 刚才就说 哎呀 运动啊 去旅游啊 我觉得这都非常好 都是非常好的 这样子的方式 我们主动健康管理呢 也是要从一个 正确的这个健康啊 这个方式开始 比如说我们饮食要尽量的就要全面合理 因为现在化肥啊 还有这些个催化的呀 这些速成的东西太多了 我们尽量呢 就吃一些啊 健康的啊 有机的 对吧 啊 就是吃那些肉啊 什么尽量就是散养的 鸡蛋啊 什么这些 大家都啊 都知道了 有的时候就实际上 价格还有差异哈 所以呢 我们在这方面呢 要舍得花点钱啊 尽量呢 还是吃健康的 还是管事的 你一天两天 你看不出来 时间长了 它就不一样了 为什么呢 就是最起码 让我们进入人体的这个毒素哈 没有那么多啊 化学成分尽量少一点 对吧 啊 modify的这种 那叫什么 啊 这个就是 modify 叫什么来着 就是这个 啊 转基因啊 转基因实际上 就是我们人为的 加进一段去 它进入我们人体之后 凡是人工的部分 进入我们人体 人体之后 我们人体都会能把它识别出来 都会把它打到这个毒素的 这个里边去 如果毒素能排出去 那当然是好的 如果排不出去 就会在我们人体里边 形成了一种伤害 啊 所以呢 我们尽量啊 吃的要健康 再有 就像刚才贝蒂式的啊 要做适当的运动 但是呢 也别太过火了 因为 尤其是一些有氧运动 当你吸入氧气的时候 实际上呢 都是一个双刃剑 在我们锻炼 我们有氧啊 让咱们肌肉更发达 啊 让这个呼吸啊 这个 更好的 同时呢 实际上呢 也有这个 形成炎症的这个因素 也会加强 因为炎症主要就是 来自这个自由肌 自由肌实际上 也主要是来自氧 所以呢 运动的人 啊 要做适量的运动 不运动也不行 不运动的话 让我们保持一个 良好的心态 对吧 旅游的时候 当然也运动了 是多方面的 旅游是非常好的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 要对这个环境 我们要远离一些 对咱们有伤害的 这样子的环境 啊 当然你 你比如说 我们过去买房 哎呀 这有一个高压啊 高压线啊 这个有一个 如果有发电障 你最好就别离它远点 不光是有爆炸的问题 实际上这些泄露啊 会形成一种场 也会时间久了 也会让咱们的一些东西 那个就是不正常 啊 所以我们尽量远离 这些污染源 对吧 再有呢 就是比如说吃鱼 尽量吃这个远洋的 不要吃近的 因为那个地 那种近海的 就被污染的就比较多嘛 河的鱼哈 就尽量的就是吃那种 远洋的这种冷水的鱼哈 所以这些呢 都是生活方式啊 还有一个环境 这些呢 我们是啊 可以啊 选择吧 就是尽量的 但是就是说 因为现在整个的大环境 是非常不好的 就是说50 倒退50年 可以说咱们这个粮食 还都是非常健康的了 啊 都是农民 好好的这个种地啊 一点一点的耕耘出来的啊 就是进入我们人体 就是毒素就少 后来工业化以后 化肥啊 就是 而且就是 慢慢的啊 这越来越 这个现代生活了啊 都是买这些个半加工啊 在这里边 实际有很多 他也 很多的这个规范吧 你不能长这个啊 你不能生虫子啊 所以就大量的这个药啊 就跑到咱们这个化学的物质 就进入了我们这个食品量 当中来了 再加上水也污染了 空气也 也不好 对吧 所以整个的环境啊 对我们的呼吸 我们的喝水 对咱们的这个饮食 实际上呢 还不如啊 我们小的时候呢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现在很多年轻人 他也身体不是那么好啊 比我们都管这脆皮青年啊 就是比我们还不如我们那么壮实了啊 就是跟他们的饮食生活习惯啊 都是有这个关系的 所以在这个 在这个大的恶劣的这个环境当中 人们对健康也是研究越来越深入啊 尤其是现代病 再加上啊 我们这个科技 他也是不断的进步的啊 刚我们上初中的时候 那时候刚有哎呀 DNA有一个什么双链啊 那觉得很高大上的了啊 就觉得那这特别 80年代不特别经这个生物学吗 尖子都考生物去 考那个生物去了 再有呢 就是说 现在呢 发展到今天 我们确实也进入了这个基因时代了 就像伊隆马斯克似的 他都可以通过一些啊 这个啊 这个一些东西 能让我们啊 比如说不能走路的哈 他就都能走路 是不是 实际上呢 也是研究这些神神经传导呀 对吧 就是研究的 已经进入了微观世界 已经非常细了啊 现在呢 在欧洲有一本书叫细胞啊 这个细胞呢 是一个同行评判的杂志啊 现在有三本杂志是最有名的 一个就是美国的科技啊 这个杂志 第二个呢 就是说 也是英国的 他叫Nature 叫自然 再有呢 就是欧洲的这一本啊 这个细胞啊 都是研究这个生命这方面的 尤其细胞这块呢 主要的啊 就是用大量的数据告诉人们啊 从细胞层面上 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发生了什么样的科技革命 在2003年的时候呢 这本杂志啊 就有一个报告啊 他就讲到了 衰老到底是怎么回事 衰老和疾病的形成 他就提出了有12大因素 如果我们能把这12大因素 能够很好的控制住的话 我们的生命质量就会大幅的提升 咱们的这个生命的长度呢 也会延长啊 而且是有生命质量的这个来延长 有的因素呢 我们是他一旦变化了 我们也改变不了了 但有的因素呢 我们是可以阻止他变坏的 有的因素呢 甚至我们是可以把它逆转回来的啊 就是说有一些基因方面的问题 不是说不能改变了 是可以的啊 只要你找到了对的这个方法 对的这个这种人为干预啊 那在这里呢 我今天呢就跟大家讲啊 就是说这些生活方式我们就不讲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太多了 我就讲一下 从这个基因 这个科技 这个科技前沿这个方面 我们怎么能够抵抗衰老 让咱们呢活得更健康一点 让咱们的生命呢 能尽量的延长一些啊 在这里呢 就是我刚才就说了 我们要基于哈 现在这个最最前沿的这科学 就是这十二大因素 十二大因素当中 他们之间不是相互分离的 不是相互独立的 实际上他们之间也是一个整体 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但是呢 又有自己独特的这个地方 在这呢 就是说第一个就是有五大啊 跟咱们的基因直接相连的 这样的五大因素 再有呢 就有一还有一些相关的 和整体的这个因素 在这呢 我就稍微普及一点这个知识 为什么这个细胞啊 他发现了这个十二大因素 如果我们能把这些 能给他阻断了 能变好了 那我们的人体衰老 就相对来说 就是被啊 这个控制住了 甚至就是说我们能够逆龄啊 有些疾病呢 还可以就是不治而遇了哈 那这里边呢 就讲到这个细胞 因为咱们这个人体啊 主要的就是由细胞组成的 哎 我们人体大中 大概有三十万亿的这个细胞 我们这个细胞实际上 每天都有更新 哎 每天都有三千三百亿个细胞呢 被更换掉了 哎 就是让他凋零了 又有新的出来了 这就叫更换了啊 就是说 我们人人体能够啊 自治治愈 哎 比如说哎 小孩摔倒了 把这个皮肤哎 把这个腿给磋伤了 哎 过几天他就好了 对吧 有的人就是说 做了一个手术衣服 就是医生就说了 回家吧 这个手术很成功 就看你自己啊 自己的恢复了 你自己的恢复 实际上呢 也是靠我们自身的啊 潜在的这种自我更新 自我修复的能力呢 让我们呢 从一个病态呢 又恢复到了健康 所以从从根上来说 真正的恢复健康 靠的就是咱们人体的 自己的自我更新 自我修复的这个能力 哎 医生呢 可能会帮我们控制哈 把我们病灶给他 发出去 但是呢 又真正恢复健康 还是要靠我们一点一点的哈 自己内在的啊 咱们自身的免疫力也好 我们自我更新的能力也好 实际上呢 这个呢 就是我们人体能够哈 抗衰老 抗疾病的秘密 就是我们自己有这个能力啊 不断的把坏的东西拿出去 好的细胞 要不断的生长哈 实际上呢 我们每三个月啊 大半啊 大概就是95%的细胞都被更换了啊 六个月 我们基本上98%以上的细胞都被更换了 所以一个正常的人大概80天到100 可以说我们的细胞就能够哈 得到这个很大长度的这个补充和修复了 那这细胞这么重要 有人就说 哎 那细胞它也不一样啊 确实是 实际上在我们人体当中有200多种细胞 哎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这个跟花式的啊 这个呢 就是神经的细胞 哎 你看这个圆的跟这个小红这个飞碟式的 是红细胞 对吧 你看这个跟这个强势的啊 这个呢 是肠道的上皮的这个细胞 哎 这个是白细胞啊 有的 你看这个是 那啊 这个精子啊 这个精子这个细胞啊 这个呢 就是有那个 这个 像个什么式的啊 龟式的是这种骨头的细胞 它的形状呢 在我们人体当中都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每一个器官 都有一种不同形式的啊 不同样子的 不同类型的这个 这样的细胞 哎 这么多细胞 那我们怎么能让我们的细胞健康呢 因为有30万亿就跟星核一样 这么这么多 我们数都数不过来 那我们怎么能维持每个细胞健康呢 实际上呢 我们每个细胞 它除了形态不一样之外 真正我们掌握生命密码的呢 就在每一个细胞里的细胞核里边 它细胞的结构是非常非常是一样的啊 虽然的形状不一样 但它内在的 它的内容都是一样子的 都是有这个细胞膜 细胞膜里呢 又有细胞质 细胞质里呢 又有很多细胞器啊 在这个细胞器当中最重要的就是细胞核 打开这个细胞核啊 我们这个人啊 进入了细胞 又把这个细胞核里 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啊 都是有23对染色体 所以呢 我们这个人 你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都是一个物种 为什么呢 它细胞核里的 这些个染色体是一样的 这个染色体呢 就掌握着这个物种的啊 这个生命的密码就在这了 前两天 伊隆马斯克在意大利演讲的时候 他也震惊了我一下啊 他就说现在的这个机器人 我们也可以惯他叫一个新的物种 这让我就想如飞飞了 我就想 哎呀我们人是不是有一个高能的 这样子的一个造物者啊 我们就是人家这个造物者造的这样一个物种啊 所以呢 我们也是有规律的 就跟这个机器人似的 被设定好了啊 我们人也是被设定好了的感觉哈 我们每个人里边都是有23对这个染色体 打开这个染色体哈 就形成了这样子的一个链哈 这个这个链呢 上面呢都是这种碱基对哈 每三个碱基对 它就会形成了哈 一个氨基酸 所以我们哈 实际上我们人就是有20种氨基酸 在这个 在这个啊 这个染色体这哈 这些东西呢就写着我们这个人类的哈 这个这个密码 嗯 所以哈 咱们呢知道这些最基本的知识 我们就知道了 如果能让我们这个细胞核里的哈 这些个基因哈 这些拉开的这些东西 能够让他们很好的啊 安全全的 那咱们基本上我们生命的密码握在你手里了 这个钥匙在手里了 哎有点小毛病有点什么的 你都没有问题了 他自我更新自己能让坏的细胞就会让他自杀 好的细胞呢就会让他生成 这是一个非常良性的这样的一个机制 所以呢 咱们了解这点小知识之后就说 如果我们细胞健康了 那咱们的器官就健康了 哎 这些组织就健康了 这些组织器官健康了 这些系统健康了 那我们人就表现的这个健康了 所以呢就是说 细胞是咱们啊 现在最底层逻辑的我们抗衰老和抗这个啊 这个疾病的哈 这个一个底层逻辑 有的人你光靠吃啊 他也不行 你光靠这个运动 他也解决不了啊 就是癌症了 你再运动 他这个癌症 他也不能下去啊 他还得需要一些干预的啊 就是说是一个多维度的 咱们今天讲的就是说 怎么能够通过啊 一些方法 自然的方法 帮助咱们啊 更好的自我啊 更新 自己再生 在这里呢 就是我 我大致的绿一下这12个哈 最重要的 就是刚才我说的 这套东西啊 这上面这些个基因 你一定要稳定 当你松松垮垮的时候 就变化了 一变化 那就是变异了哈 比基因变异还严重 那就整个的我们这个人 就等于是 不能就 就不能活了哈 这个一旦这个基因组 这个发生了 这个不稳定的 不稳 就是乱了这个现象啊 这个细胞就得指令他死 这个细胞就得 就得凋亡 如果很多细胞都热压了 那这个人的生命就结束了啊 这个所以说 细胞组的稳定是非常重要的 再有保证这个细胞组稳定 实际上我刚才还是说这个 你看实际上呢 每一个哈 这种X形的 我们这一组啊 这个染色体 在它的头上呢 实际上它都有一个端粒啊 这个端粒呢 就跟我们鞋子鞋带一样 哎 头上它有一个菇 这个菇呢 它的基因是完全一样的 比如说我把它切下一块 磨下一块去之后 哎 我这基因还是一样的 哎 就跟这个秋眼一样 我剁了一段秋眼 灌两天又长出来了 这一样的啊 所以它这个呢 就是这样子 这个基因啊 在这个帽啊 保护着这个里边的基因 让它稳定 这个帽呢 当它越磨越短的时候 我们就是各式各样的病啊 就来了啊 就是因为你越短 你的保护能力越差 里边的基因就不见得是这么完整了 所以端粒的长短啊 是跟我们生命是成正比的 这个呢 是被诺贝尔证明的了啊 所以呢 现在很多人就专门研究 这个端粒哈 让这个有端粒没 哎 让这个端粒呢 就是不要磨损的那么快哈 这个呢 就是一个因素之一 它就来自于这个啊 理论就是端粒磨损 会也是造成我们衰老的一个重要因素 再有呢 就是说我们基因就像一个房子一样 刚才我说的啊 那个基因你是动不了的啊 是被设计好的了 谁也不能动 一动就就乱了啊 物种就变了 我们啊 就是活不了的 从某种意义上 就生命就已经不存在了 就是说 但是呢 这个每一个基因就跟这个 它这个 就像这个基因 就像这个毛皮房一样 是一个固定的这个结构 这个毛皮房如果塌了 你的装修也再好 你贴 你贴的再好的面砖也没有用了 因为房子已经塌了 对吧 但是呢 就是如果房子兼顾的情况下 哎 我们可以有装饰 你装饰不同 你体现出来就不同 所以呢 就是在这个上面呢 在基因上面还有一种装饰 就叫基因表达 哎 它通几种方式来来表达 五六种方式吧 来表达这些 当这个表达方式发生错误的时候 我们的行为 我们的这个生命啊 这个被控制的就会有了问题 就等于我们就生病了啊 就很容易生病 所以这个基因表达呢 是而且它是最容易的 因为它受环境影响 非常容易受环境的影响 所以基因表达 现在我们很多现代病 都是因为基因表达发生了错误 而造成了啊 各式各样的病 甚至就是遗传病 哎 所以基因表达 如果你不被改变的话 是一个正确的表达的话 那我们就能够维持啊 我们这个啊 就是尽量的不衰老啊 衰老的慢一些 尽量的不生病啊 或者是生的是小病 慢慢的我们自己也能给它康复了 对吧 大病变小 小病化了了 所以这个表观遗传学呢 是我们现代研究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 因为我们现在很 为什么弹服的啊 都成了全球病服了呢 就是因为这个环境的变化 环境的危害 造成了我们表观遗传 也改变了 所以现在癌症也多啊 各式各样的怪病也多啊 都跟这个表观遗传呢 有直接的关系 再有就是说啊 像蛋白质的这个 稳态的丧失 就刚才我说 我们这20种氨基酸啊 我们有成千上万的 上亿的啊 也数也数不清 有多少这个蛋白质 我们我这说话 就是每一秒钟就有 十亿次的这个化学反应 每一次化学反应 都会形成新的这个蛋白质 蛋白质呢 但是它的基数 就是20种氨基酸 我们人就这么神奇啊 所以你每一个变化 发生问题的时候 我们都会啊 如果它不断的裂变下去的话 就会形成一种病 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在这个生活的过程当中 它总有坏细胞生长 我们是一个更新的过程嘛 那些坏的 它是怎么让它消失呢 其中有一个就是自食细胞 能把这个坏的 我直接就把它吞了啊 比如说这个癌细胞 这个一变异了 如果我们有足够的自食功能 这样子的细胞 能把它吃掉的话 那它也不会影响 我们一个正常的这个生命 所以有的人 如果家里有癌症患者的话 你就会听到医生说 哎呀 如果这个自食功能啊 这个自食细胞 如果多 对你这个癌症就特别有好处 实际上呢 就是说 我们自身杀 这个坏细胞的能力 如果你增强的话 那咱们这个啊 那个你 就是被坏细胞侵蚀的这个 它的这个能力 你就会下降 就是我们抗癌的这个效果 就会很好 再有呢 还有其他的 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线粒体啊 能够给我们 提供这个能量啊 线粒体正常的话 那我们这个 气血就会足啊 再有就是营养感应失调 这个呢 也是啊 如果你对这个营养感应啊 发生了这个 不正常的反应的时候呢 我们人也会得病 细胞就会得病 再有就是细胞 它自身 也有一个衰老的过程 这个过程呢 也会影响 我们自身这个衰老啊 还有 比如说像干细胞 大家都知道啊 现在很多人都去打 我不建议你打 那个都打干细胞 外疏型的干细胞 是有风险的啊 癌症的风险 这个就是说 我们尽量的不要去打 现在在中国很时髦 一年20万30万40万啊 以前还多啊 弄几百万到这个到这个啊 中东那边去打干细胞的啊 一边旅游连在疗养 这很很很实行啊 但是呢 实际上呢 没有人告诉你 它是有一种风险 实际上谷歌早就研究干细胞了 但是我们没有听说谷歌哈 在弄干细胞对吧 因为它知道这个风险 所以呢 谷歌就没有推动这个干细胞 这个项目 再有就是说 细胞之间 它也是有通讯的 如果这个通讯失调了 那我们也会生病 在刚才 那个Victor说的哈 这个主动健康管理的啊 我们要推动的这个 主动健康管理这个里面呢 其中就是有一项 就让坏的细胞之间 让你的通讯不说话 这个时候 我们就能够提升免疫力啊 其中它这个里边就有这个功能 就让坏细胞之间的通讯阻断 而让好细胞能够正常的交流 这样子的话呢 就也能够哈 那个就是防止一些啊 疾病的发生 还有呢就是炎症啊 慢性炎症 大家都知道一切的病啊 有人就说了 一切病都是来自于这个炎症啊 实际上尤其爱运动人 慢性炎症实际上就是啊 非常大的这个啊 爱运动的风险就是慢性炎症 所以就是喜欢运动的人啊 就是在我们这套管理方案当中呢 有一个专门能够控制慢性炎症的啊 这样子的一个一个一个配方 能帮助啊喜欢运动的人啊 在运动的同时不受炎症的这个伤害 还有呢就是生态失调 所谓生态失调呢 主要的就是指的这个肠道的这个生态 肠道当中呢 我们有一百多万亿的这个菌群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就重视这个啊 这个肠道的这个健康了 大家都知道有个脑肠轴啊 就是说如果啊这个肠道就变成了第二大脑了 如果你这个啊特别紧张的时候 你就会肚子疼 对吧 有的人啊压力大了就会打嗝啊 就是就是实际上呢 跟压力啊跟这个跟大脑也是有关系的 实际上呢不关是跟大脑有关系 现在科技证明我们80%的免疫细胞都在肠道啊 都在这个肠道的肠壁下边了啊 还有呢90%的我们大脑的这些神经 我们这些肌肉发出来的这些神经 都是跟这个啊 神跟这个肠道也是相连的 所以90%的啊 这个神经系统也在这个肠道里边 所以这个肠道的健康啊 越来越被重视 肠道健康主要的就是这个菌群的环境 刚才我说了有100万亿的这个菌在这里边 大部分呢它主要分成三类啊 一类呢我们就管这叫益生菌 大部分呢就是中性的 还有一些呢不好的菌 哎这个不好的菌你也不能视零 他们之间平衡是最好的了 但是如果这个不好的菌你超标的话 我们人体呢也会生病 当你生病的时候 这个菌群它也不平衡了 也是科技证明哈 一个健康的人 尤其运动员 当他非常壮的 一个非常健壮的人 他的这个坏细胞的比例非常低 也就占15%左右 一个癌症患者的 他的这个菌群 坏的这个细菌菌 甚至达到了百分之六七十 我们一个正常人可能会在30左右 所以呢就是说 这个菌群 他的这个生态的这个环境 也是我们这个健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 所以我刚才大致就说了这12个啊 如果我们从这个方方面面 能让他很好的啊 得到一个改善 那我们呢 人体就可以说 有一个很好的 从底层 从最深层啊 中医说的病入随 我们把入随的这个病 也能把它给他解决了 靠的是什么呢 靠的就是我们自身啊 上天 我们与生俱来的这些免疫能力 排毒能力 再生能力啊 抗氧化的能力 和自我调节的能力 这些能力我们都是自身就有的 小孩他什么都不干 你知道吧 他照样 只要吃喝拉撒 正常 他就能够很好的成长啊 他也 就是一个健康的这样的一个机体 所以从最底层的逻辑啊 就是医生也是 他只是一个控制 然后呢 你治好这个病呢 还是要靠你自己的 所以我们基于这个理论啊 就是让我们自身 这些能力能够最大的发挥作用的时候 那我们就会啊 处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健康的状态 现在呢 我和这个 那个Vector呢 我们也在推动 死锐的这套整体管理方案 为什么呢 他就是说 用一个整体的这样理念 来帮助我们干预 抗衰老 比如说啊 他有一个这个 像房子一样啊 他有一个像Foundation似的 我们人大概需要50种啊 这个营养啊 必须的营养 为什么叫必须 就是说 我们人体自己不产生 我们只能靠外界摄取 这就叫必须的营养 有些营养就是说非常重要 但是它不是必须的 为什么呢 我们自身能能产生 那个呢 就不叫必须啊 但是是非常重要啊 所以呢 我们从外边设计的 大概有50种 这样子的这个 有50种物质 包括刚才我说的 有20种氨基酸 在这里边呢 死锐这个整体方案呢 他就提供了 大概超过150多种 所以这些营养呢 你不但要全 更重要的 还要平衡 死锐这套整体方案呢 他就用这种大配方的方式 把这100多种啊 让他不仅全 而且处于一个平衡的状态 所以我们补的时候 别瞎补 哎一听 哎呦缺钙了 补钙 一听哎你这个缺铁了 这个啊 血红细胞滴补铁 哎 那个 那个人不行 你这个小孩 让他补点心 实际上呢 这说的对 但也不对啊 你暂时的可以 如果你总是这样的话 你就会形成一种偏颇了 因为我们体内的这些物质啊 它不仅是相生啊 也是有相生相克的关系 当你一个过高的时候 它也会抑制另一个 现在很多人都知道 酶很好 对吧 都差与了几百种 这个化学反应啊 什么的 对心脏也好 对这也好 很多人都去补铁 补铁补铁 新铁片 大家都吃啊 实际上呢 你每补多的时候 铜 你就吸收的少了 哎 就是说 它有一个相生相克的关系 不是说你这个就 哎 补它越高越好 不是这样子的 均衡最好 哎 所以呢 3这个里边呢 它的就是 特别的均衡 再有呢 就是说 抗氧化啊 就是你运动也好 我们平时也好 慢慢的我们人体的这个自由基越来越多的时候 它就会伤害咱们这个细胞攻击我们的细胞 所以呢 通过保护啊 这样把这些炎症呢 全部消除了 这个消除慢性炎症之后呢 我们人体呢 就会有好处啊 再有就是说 提升我们的再生能力 还有一个就是 一进一出吧 除了营养要全 还得把这些毒素排出去 现在毒素呢 是越来越多的啊 所以年轻人实际上 你也要把营养进来 把毒素啊 排出去 还有就是帮助我们 提升免疫力的啊 从几个方面 有先天的 后天的 还有不让坏细胞 说话 这样的话 我们人体就能对抗病毒的能力 就能提升 还有一个呢 就是有很多人就说了 哎呀 我得关节炎了啊 就是说 那我使劲地补钙吧 使劲地补钙 没有 没有胶原蛋白 胶原蛋白 它都是网状的 就 我是搞建筑的啊 就是就跟那个钢筋一样 哎 我们这个墙要想结实啊 里边要有钢筋 然后再把水泥挂在这钢筋上 哎 这个柱子就结实了 哎 所以说你有多少的钢筋量 你配多少的这个水泥 它都是也是有比例的 需要设计的啊 但是就是说 实际上在我们人体 你补钙 就是和胶原蛋白 就是钢筋 和这个水泥的关系 你光补钙了 你就水泥是上来 你没钢筋挂着它 你也补不进去 这个光有钢筋 这个柱子 你也是不结实的啊 是 是 是 那个也是不科学的 所以呢 就是补胶炎蛋白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 让我们机体更加健康的 这样子的一个重要因素 比如说我们血管 有人就是血管就是脆了 血管脆了 实际上呢 比如说血管壁上啊 原来它是有一些黏膜的 当这个黏膜少的时候 实际就是胶炎蛋白少了 你就变干了 一变干了 我们这个血小把一看 哇 这地方有裂方了 它马上就来了 就堵到这来了 越堵越多 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血管 它也会变细啊 变得就是那种 那叫什么脉周样硬化呀 那个孔就会越来越小 这只是原因之一啊 就说我们人体发生这个问题 任何一个问题 它的因素实际上是很多的 是非常复杂的 不是一个问题 它就能解决了 为什么整体方更好呢 比如说 你有人就说 你缺维生素D 你就会 要补维生素D 要不然的话 你也会骨质疏松 或者你要缺维生素D 你也会发生什么样的问题 如果你谷歌一下的话 你缺维生素D 至少能得三十种病 但是你维生素D足 你这三十种病 不见得就不得了 还得 因为是任何一种病 它是一个综合因素 是很复杂的 比如说关节炎 有的你是骨头的事 有的实际上 就这块局部的毒素太多了 有的你就是缺 胶胺蛋白 对吧 有的它那个地方 就那种滑液 也是不尿酸 它少了 它也会磨损 所以一个问题发生 它是很复杂的 所以在我们这个 养生的这个道路上呢 尽量哈 用这种整体的方案来解决 再有就是说 你整体方案 你不同的年龄 不同的人 是不是都一样啊 是的 实际上细胞都是一样的 但是呢 这个呢 现在SRI这个整体方案 它就非常棒 它不但是一个整体的方案 它也可以把它模块化了 根据每个人的年龄 根据每个人的经济条件 你可以有针对性的来 像摆积木一样 我们这个房子 就这几块啊 这个积木 如果你这几个方向 你全安全 那是最好的了 但是呢 有的人经济条件受限呀 或者是说 年龄的限制啊 就是说 你就针对你那一块去 保护你那一部分 也是可以的 所以呢 它也可以模块化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也愿意哈 来推动这个 一个是能够全方位的 解决一些问题 能 咱不能说治愈吧 就是说 有很多的东西啊 因为你有很好的干预之后 它就会不治而愈了 对吧 再有一个呢 就是说 也可以啊 翻项 在这里呢 我就讲一下 为什么我们还要推动 就是因为 它有一个非常超前的 一个报告 这个报告呢 就叫表观遗传学报告 刚才我说了 当这个表观表达 发生错误的时候 是我们现代病的 最主要的原因 受环境啊 饮食啊 方方面面的这个影响 啊 现在我们表达错误 是主流 所以呢 这套管理方案 就有一套啊 证明 使用这套天然的办法 可以帮助咱们 能够解决 基因啊 表达 变异的啊 这个这个这个问题 刚才说了 衰老的一个重要因素 就是这个 尤其是现在啊 因为受环境影响 在这里边呢 你看 其中的一个 就是全营养 当你营养全的时候 很多的基因表达 它都会更好啊 你看这个 和呼吸因子 就是我们呼吸啊 心肺 心肺系统啊 就刚才我说 线粒体 你就会做得更好 再有这个代谢啊 这个脂肪代谢的能力 就会加强 因为我们人体 大家都知道 有六大因素 最重要的就是 最宏量的是三种 就是脂肪酸 蛋白质 还有碳水化合物 所以脂肪代谢 是我们人 非常重要的这个因素 所以它就能帮助 我们的代谢能力啊 能够翻倍 对吧 这个就是抗病毒的能力 加强 还有这个呢 就是啊 我们有一个这个 胰膏 胰糖素 就是刚才 贝克特说 他是这个糖膏组啊 三十多岁的时候 就啊 这个 就糖 糖尿病了啊 所以 最后这几十年下来 也是保肠的 这个糖尿病的 这个痛苦啊 这个腿也 脚也麻了 脚痘也失去知觉了 医生都快建议 他截肢了 现在呢 通过这个主动管理 他得到了很大的这个改善 所以呢 也非常感恩 就是从我们这个逻辑上来讲 从理论上来讲 这个报告也证明了啊 这个整体方案当中 能够帮助我们 把这个血糖的代谢能力 能够提升到啊 差不多快3.5倍了 这样子的话 慢慢慢慢 我们能力加强了 一点一点的 一个周期一个周期的 我们不就会越来越好吗 对吧 是向好的方向发展 还有 你看这个就更棒了 这个就是营养 神经营养因子 所以在这里呢 我也是个受益者 我以前 我是 我这个老母亲 呃 是右手抖 也是五多岁的 抖 到了八十多岁的时候 抖的根本 一个小杯子也拿不了 哎 抖的是很厉害的 我呢 就被遗传上了 我就是也是右手抖 啊 比如说我画眼线呢 画口红的时候 就会发现抖 做这些小戏活的时候 开始抖 因为我还年轻啊 我也担心 等我老了 别像我妈妈似的哈 啊 也是挺挺好 因为我使用这套 管理方案之后 我现在三个月 我这个手不抖了 我大概抖了七八年了吧 我在那之前 也是使用了很多的 这个保养品 也是不断在尝试 医生我也跟他们探讨过 医生也没有办法 因为这是个神经性的 所以呢 我使用这套产品之后 三个月 现在呢 我使用了一年了 也没再犯 我也不能说把我治好了 但我最起码就说 已经给我控制住了 我再观察 我再过两年三年 如果还不犯的话 那我就可以说 给我治愈了 对吧 所以呢 这个确实是 在这个理论基础上 这个呢 都是第三方的这个报告 这个呢 有的甚至连药 都做不出来这个报告 所以这套这个 3G这套主动健康管理 是非常非常 我觉得造福咱们人的吧 也算是我觉得 包括今天再来的 你得到这个消息之后 如果能够改善你的身体 我觉得真的 这是一个福音 这个是为什么 我和李总 也像传福音一样 把这个好的消息 传递给大家 让咱们这个世界呢 不要都是这个病态的了 大人小孩 现在你说哪有没病的 这都不正常了 所以我们有义务 把这个健康的好的东西 推给大家 让这个社会 出在一个健康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发展趋势上 再有呢 就是说 这两个低的呢 第一个低的 就是说 对变异的细胞的控制能力 它就会下 就是控制加强了 就不让它这么活跃了 能够弱化 这个癌变细胞的 所以呢 对抗癌是有好处的 还有呢 就是这个白借素 这个也是大幅下降 这样子的话呢 就帮助咱们减少这个炎症 你像COVID的 它就是激发我们这个 它叫这个细胞风暴啊 就是那些白细胞 啪啪啪不断的生啊 就是说你这个血 血管里边 全部都是这种浓了 都是这种白的 这个白借素 就是这些白细胞 搞的也太多了 你知道吗 就把人给拴住了 就给毒死了 实际COVID很大程度上 都是因为这个 它叫细胞风暴造成的 所以呢 从这一个啊 报告中 我们看到了 这个整体方案 能够从基因啊 表达这个方面 从根本上 解决我们一些问题 啊 这里边有几个了 我就不细说了 因为时间的关系 那我在这就说啊 举了一些例子吧 你看这些人啊 通过使用之后 就改变了这个亚健康的状态 都是很快的 因为它的吸收率 是非常高 还有这个啊 受毒素影响 耳朵聋了啊 也是我觉得 是神经的问题 也使用之后 三个月不聋了 这个妈妈 就是小孩啊 她是 adopt 就是领养了一个小孩 那个小孩的母亲呢 吸毒 哎 所以孩子一生下来 就是自闭症 哎 通过这个排毒 就把这个自闭症呢 给解决了 所以她是 激动的 就是啊 就流眼泪吧 因为也是心疼孩子嘛 以前孩子不说话 也不拍瓜 什么都不干 哎 等时排完毒之后 哎 什么都干了 哎 也知道跟小朋友玩了 啊 所以呢 这个排毒是非常重要的 再有 你看这个是痛风哈 也得到了好转 还有这个啊 就是脑栓之后 面瘫啊 通过使用产品修复 这位呢 就是说有一个啊 啊 70多岁的大姐吧 就是先天性心脏病 使用产品之后呢 她那个心脏病有 天生有孔啊 那个孔呢 就变小了 这个呢 是这个关节炎啊 这三位呢 尤其这位哈 这个Wendy 她是这个啊 那个打疫苗之后 得了这个啊 那叫什么啊 红盘蓝疮啊 是一种免疫性的疾病啊 这个是内风湿 这位呢 是容易过敏 使用之后呢 都有很好的 这个好处 对癌症的控制 我就不再讲了 在 现在 它的先进 下比较 有很多东西 你说好 说了半天好 实际上也没有概念 你一比啊 通过比较 你就知道 哎 或比或 你才知道哪个更好一点 啊 因为呢 就是说 在2023年的时候啊 就是最权威的 这个杂志 科技呢 就在2023年的时候 评了十大科技奖 十大科技奖 第一奖 就是讲给了一个药 这个药呢 就是胰高血糖素 叫啊 GLP1 这个胰岛素呢 是从牛的胃里 提出来的 这么一个激素 这个激素 当我们输到 我们人体当中去的时候 能够帮助我们啊 就是啊 心脏病啊 中风啊 所以这些 那个肥胖症啊 就会得到改善 啊 所以呢 它的贡献还是挺大的 所以就 啊 这个 这个 这个科技呢 就把2023年的这个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这个科技奖 就讲给他了 可以说 是我们当今的这个全 这个医疗中的 这个最top的 这种药了 对吧 最高的这个科技了 就是用这个 胰高胰岛素 来解决这些心脏病的问题 这个药呢 实际上很贵 一个月1000多美金 而且呢 它也是有后遗症的 啊 它也有一些什么 肠羹足啊 胰腺炎啊 甚至有的人 你减肥了之后 还反弹 它也是 不是 百分之百 这么好使的 但是呢 它能解决 一部分 一部分的问题 至少百分之三十 到四十五 这样子的问题 给解决了 所以呢 它就得了这个大奖了 啊 所以你看 咱们 这可见 这个胰高啊 胰高胰岛素 这个激素 对我们人啊 当我们这个人体 缺乏的时候 会有各种风险 当你补充上来的时候 就会有好处 就跟那个 Vicator 打那个胰岛素一样 哎 你打这个 它也能够解决 很多的问题 就是没那么严重了 但是呢 使用这个就能解决 一些其他的 像中风啊 心脏病这样的风险 大家刚才看了 你看 我们这个产品 这几整体方案当中 这个GLP1 我们也可以说 是一个靶点 实际上呢 也可以说是一个激素 也可以说是一个表达 这些呢 说的都是同样一件事啊 这个呢 你看 它能够提升 它的活度 百分之 是你不用的 百分之三百四十八 就是提升了 二点五倍了吧 差不多 是不是 你在看这个哈 其中另外一个 再生的这个产品 它也提升了 大概也快 是原来的快三倍了 是不是 所以呢 在这个方案当中 六个产品当中 有两个产品 都能够让我们自身 这方面的 你的能力加强 也可以说 你方密的 就会多一些了 对吧 它也是通过这个测试 测试出来的 是用一种天然的办法 而不是外补充的办法 来解决这个问题 是不是你就觉得 或比或的时候 你就觉得 哇 这东西真的不错 如果不比的时候 还觉得 还无所谓 可能人家都这样吧 实际上呢 不是这样子的 咱们这个 表观于全学的报告 在天然疗法当中 营养素当中 是地球上 只有这一份 可能以后也会有 但是呢 现在还没有 所以它的先进性 是非常先进的 好 那我今天呢 就介绍到这些 也感谢大家聆听 如果有什么问题呢 我们也可以一块探讨 行 把话筒交给 Victor 我非常感谢 艾比老师 给我们做了 这个深入细致的分析 特别是从 细胞层次 细胞核 端粒 线粒体 方方面面都提到了 我们这些个身体上的 这些个毛病 和我们这个 一些个 基因表达方面的 这些个关系 那 这个的话呢 就是从理论上来讲 给了我们一个 更加通顺的一种信心 就是确实这一套 主动健康管理方案的话呢 是有地放尸的 是有科学根据的 那我前两期 就是 前前前礼拜二 那我查出呢 这个 得了COVID 这个东西 怎么说呢 三年以前我得过一次 非常的厉害 差点没 没过了关 那 这一次的话 我也是 同样有了很大的 这个 担心 第一天的话 就像这个 风雨一来 这个 黑云牙城 这种感觉 马上就发烧 发烧 然后 这个 就是这个 有点疼痛的感觉 那我一看 这个的话 我们原来也听说过 这个我们这个里边就有 这个 对付 Clawway的一个 一东西 我就也没有做 神术细致的 这个研究 就 就吃上了 结果我们把这个 Purify 就是我们那个 清毒的 这个吃了 四倍 然后 Revive什么的 其他的 都分别 加倍了吧 那结果的话呢 就是 出现什么局面 第二天就不烧了 对 这个是 原来的话 我烧好多好多天的 而且都是高烧不退 上次是烧到104度多 他们有的人不相信 这一次是102度多 对 这个没有到104度 所以说呢 我 这个疼呢 这嗓子疼也 没有了 所以这个的话 就从第二天的话呢 就被控制住了 这时候我就有时间呢 研究这个东西了 我就 现在不是AI很发达吗 当然这个AI 这个回答问题 还是非常快啊 然后我就 研究这个 Clawway啊 它会在哪里 这个作用啊 然后的话 他的这个 发病的过程啊 一步一步 怎么搞的呢 然后最后我就说 哎 我研究研究 跟基因表达的关系吧 你还别说 这个Clawway 他们还专门研究了 很多很多啊 就是这个基因表达 这方面 你像要是说中风什么的 这样也是很普遍的 一个东西吧 你要问中风和这个基因 表达的关系 那这里面就没有什么资料 可以查得出来 但是Clawway 一查的话 我们这有八大基因嘛 然后一查 哎 我得的这个结论 就更加明确了 就是Clawway 把这个八大基因 其中有两项的 那个不好的 那个表达的话 那他都给提高了 把不好的表达都提高了 那他不就是要坏事吗 是吧 然后把那六项好的表达呢 都压低了 这就是 就是坏上加坏 这真正体现到 这个Clawway 这个真正是 这个专门去 加害我们的啊 然后的话呢 正好和我们研究的 这个主动健康管理方案呢 他的作用是相反的 就是我们这套方案呢 通过基因表达测试的话呢 就把这个Clawway 给压低的那给提高了 把Clawway给提升的 给压低了 所以呢 这个的话 这不就正好是 是一个天敌吗 是吧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事情的话呢 就非常的厉害 那也通过这个 我这个病毒的话呢 是第三天 第二天查的时候 那个那道盖的话 就越来越深了 可能说确实是 还是病毒 还是存在的 但是呢 就是因为这个炎症 反映什么的 还有这个清除 自由基 氧化物啊 超氧化物 因为这个Clawway 在我们细胞里边 去复制的时候呢 它会产生 大量的自由基 氧化物 还有超氧化物 那基本上 从我这个思维的角度上 来琢磨的话呢 就是Clawway 这个病毒 在我们细胞里边 去复制的时候呢 那它的这个炎症反应 我们给它消除了 然后的话呢 它产生的大量的自由基啊 氧化物啊 超氧化物 也给它清除了 好像是有一点什么呢 就是为它作案呢 给这个 给提供了这个良好的 这个 完全给清理好 起码来讲 这个副作用的话 就是没有那么重了 那有一个关心呢 有一个担心啊 就是 在这个炎症反映 这一块的话呢 这个主动健康管理方案 是非常有效的 那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这个 炎症反应呢 是启动 免疫功能的一个 一个主要的一个条件 这个我有点担心啊 我说 如果炎症反应 给控制住的话 是不是 这个免疫功能 就没法启动了 这个就等于是 它这个Clawway 就更加在里面 伺乎鸡蛋了 那我就这么想 如果说是这种情况 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暂时性的消炎了 暂时性的没有疼痛了 但是呢 某一天 就会突然间爆发 如果这个病毒 突然间 确实没有免疫功能 没有派兵去镇压它的话 那就会大量的复制 然后就又送出到西边外边 就大量的这个病毒又出来了 这就麻烦了 结果我这个担心呢 没有出现 最后的话 我不到这个七天的时候 我一测就全部都 就阴性了 然后我用AI这个 问了问 我说这个是不是 怎么一回事 他就说 这是属于很轻很轻的 当然了 这个事情的话 我是这么理解啊 因为有史瑞这个 这一套产品的话 我是认为是史瑞 在这个抵抗这个病毒上面的话呢 是有功效的 因为确实从这个 基因表达上 也是有据可查的 所以那最后这个免疫功能的话 因为我们专门有提高免疫力的 而且免疫力的话呢 通常免疫的话 有两大功能就行了 一个是先天免疫功能 一个是后天免疫功能 还有个集体通讯这个的话呢 这是我们这个 这个 史瑞这个主动健康管理方案里边 尤其是在这方面加强的 就是让这些个 Covid病毒 在里边这个 做乱的时候呢 让他们shut up 就不让他们 乱喊口号什么的 乱说话 就在里边就交流给他们 终止他们之间的这个通讯 所以说呢 他们就没有办法呢 在里边这个猖狂的 进行作业是吧 那可以说呢 这个免疫功能也启动了 然后的话呢 这样的话呢 里里外外的话 就彻底就把它给清除了 这是我是这么认为的啊 这是反正和第一次得的话 那个就截然不一样 那第一次的话呢 重的真是够呛 我都没有精力起来 那这一次的话呢 我是该讲座讲座 该什么 有一 那是连续三天的话 我都在讲座哈 然后我的精力也是 非常的充沛 因为我们有一款 Vitality的话 就是让我们提供 我们的能量的 这个的话是非常厉害的 非常感谢 艾比老师给我们 做了这么一个 精彩的这个说明 那我们在线的一些朋友的话呢 下面的这个时间段 就是咱们 Q1的A问答和互动时间 然后的话呢 我们最后有一个抽奖 希望大家呢 这个坚持到最后啊 下面如果大家有什么具体的情况 或者什么 可以呢 跟艾比老师互动一下 好 反正咱们都是为了健康 有什么问题 咱们就直接说 立即在线吗 对 在线 你说一下 对 没什么好说 以后有什么感想 我有活跃气氛 我都没什么好说 反正 跟着你们学习 我这么讲 就是能听明白吗 或者是觉得哪个地方 是不是太声色了 还是怎么样 可以啊 可以啊 能听得明白是吧 能听得明白 讲得很好 那太感谢了 跟你总的讲得很好 谢谢 莉莉你用这个健康管理的方案 你觉得自己改善到哪里呢 跟大家分享一点 我啊 我就好像 我的那个指甲好像就 以前比较软的 现在好像就硬了一点点 就没以前 那么 那么软了 因为我的身体还可以吧 就没 没什么 大的问题 但是我的指甲就比较软 我就觉得 现在就 就没以前那么软了 嗯 而且我表弟呢 他就 那个手以前就好像脱皮 脱皮呢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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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出血的那种啊 哎 现在说 搞了以后 又嫩嫩的 他就说 哎 感觉很好哦 那个皮肤 那个手 嫩的 白白嫩嫩的 那个 就不像以前 就 他是只是吃 还是说手上也涂 没有 就吃 啊 对 啊 苏珊 哎 大家好 苏珊 啊 我叫苏珊 嗯 是参加 你们的活动 啊 我是刚进来 大概 两三星期 啊 嗯 刚才在听了 那个 Aby讲的 挺好的 那个 我不太懂这些 细胞啊 之类的 反正进来 跟着大家 学习 学习吧 好 谢谢 听了 有什么问题吗 觉得哪个地方 就是 感觉跟你以前的 感知不一样 或者是怎么样子的 有没有 我倒没有 什么很大的问题 我有时候 皮肤 有时候 会比较 容易过敏啊 嗯 吃东西不对 就容易过敏 就这样 其他的还好 那还是免疫力的问题 对 嗯嗯 昨天好像去 去买了那个 卤水的东西 吃了 吃了大概 可能还不到半磅吧 就感觉 皮肤有点 皮肤有点 一粒一粒的 就长出来了 吃了一点 瓜子 广东人说 那个 可能那些 卤水的东西 里面它有 那个 八角啊 花椒 那些 广东人说 比较躁着 我的人体 身体好像 对那些 可能敏感一点 对 可能也会放一些 其他的化学的东西 弄得快一些 尽量咱们就别吃 这个半成品了 那天不就说 有汉堡包 里边测出来 有256种 添加剂 多可怕呀 一个汉堡包 咱们就是尽量的 就是少吃 吃点半成品的 都尽量自己做吧 嗯 行 那苏珊那个 我大概学到不少东西 我又有 稍微做了一些 一些笔记 太好了 感谢感谢 等回来那个 Vector可能会回放 回来给苏珊也再 从头放一下 因为前面那苏珊 可能没听到 对 我怎么就 就看成了是 两点半 我大概晚了 25分钟吧 可能 你们说有 有那个 Vector 算有 放就好 慢慢看 慢慢听 验证学 你做笔记 很好啊 苏珊 我说你做 你还做笔记 很好啊 我觉得比较好学 就这方面 我大概不是 医学方面 我不是 不做 所以 这方面可以 学习了 没问题 有问题 就问就行了 对 反正一块探讨呗 然后 都在了 这是代表着咱们公正公平 公正公平 好 对 大家都在了 如果 摇到以后 叫三变不来的话 咱们就取消 再摇 今天就摇一个吧 背着出去 对 对 摇一个 摇一个的话 这次的话 我们摇一个 你就这样子 摇了 这个人不在 等于就留到下次吧 那就摇一次 不好吧 是吗 那你自己定规则吧 OK 咱们一定要摇出来啊 这个是 咱们要把这奖 一定要发出去啊 这次的话 咱们简单一点 因为上次 我这摇这个 摇这个 胶原蛋白呢 我还要去干什么 干什么 今天就简单一点啊 咱们就是给一个 25块钱的 阿姆赞卡 那个号啊 那就deliver 就比较简单 对 对 好 那现在的话 就摇 摇的话呢 我们请 莉莉吧 请莉莉 发一个 就会发令箱 说 123 开始 咱们就 就摇一下啊 好 莉莉说一下 我说 对 你说 怎么说啊 我现在开始 开始 就可以了 好啊 开始 好 开始了 我不知道怎么搞 哎呦我的妈呀 怎么摇到我呢 哈哈哈哈 这个自己 这还挺运气挺好 行了吧 那就这样 这个不是作弊 那么下次再见了啊 下次的话 因为这次摇到我了 我下次再增加一个啊 好 苏莉下次都是星期六的两点 对 再找几个人 每个人多找几个人来啊 因为这次摇到我了 下次我再增加一个啊 OK 不用了 好的 OK 谢谢了 谢谢 拜拜 好 那今天就到这了 再见 周末 欢乐 再见 拜拜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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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